气候变化导致白令海冰层急速融化 白令海的海冰正逐渐消失 影响到当地的居民、海洋生物和渔场 但科学家现在无法确认海冰不断融化的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科学家所提出的论述吧 根据期刊《自然的一篇》报道 去年冬天,白令海的海冰已经创了40年来最低记录 报道指出,每年大约3月的时候 海冰通常会从白令海、南端延伸到阿流生群岛附近 但2018年时,海冰只延伸到阿拉斯加 海冰急速融化可能和风向变化和水温有关 《自然的报道》中提到了许多原因 其中一个是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极地极流 将暖风带到白令海,进而造成海冰融化 海洋学家C.S. Danielson告诉自然,海冰的流失可能跟白令海的海水温度上升有关 2018年初的数据显示,白令海的海水温度比往年高了2度 海水温度上升,会让海冰的行程周期延后3周 2017年时,海冰的行程周期变长 再加上温度上升,导致海冰的覆盖量变少 可能因此让海冰吸收更多的热能 而2018年时,因为海冰的减少 影响到当地的生态系统和动物的生存 浮游生物、藻类、鱼和海鸟的生存环境已经岌岌可危了 海水温度的上升也影响了美国 设立在白令海东南方的渔场 如果海冰持续融化,北方的渔工厂会离渔场距离太远 也使得捕鱼变得更加昂贵